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最首朋友圈 我就是自在游泳圈的朋友圈圈草 回语言解的话 李时珍这个称号我担不起 虽然说久病呈良医 但是目前我还处在久病的状态 医术并没有提升 再说了我也不想给人治病 现在我一心只想治一治朋友圈里 相当的波波 他竟敢在我的朋友圈里讲段子 他这么好笑 这不瞧我饭碗吗 三顾茅庐的故事大家都知道 但其中的细节肯定没几个明白 我说说你听听 诸葛亮听见茅庐之外 邦邦邦有人敲门 大声问道 门外想必有三位好汉吧 刘冠章一口同声 你怎么知道 诸葛亮一个好汉三个邦 你们正好敲了九下 你快跑 诸葛亮的棺材板按不住了 他要来打你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幽默 有一点点 其实当段子手特别多 你刁钻一点 人家说你刻薄 你调传一下 人家说你轻飘 你正经严肃吧 完了 不好笑 所以说当段子手 是很需要智慧的 真的需要智慧 智慧 翻不出来了 这越笔画越有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意思 说到跟钱有关的话题 怎么能少得了咱们栏目的风格呢 这不朋友权你正抱怨着呢 大家都是情不知所起 一往而生 我想大概只有我是 钱不知所去 一瓶无息 还挺有时宜 贫穷是艺术的母亲 这话还真没说错 风格 你没钱归没钱 上个月欠晚的两百块钱 还是要记得按时还呢 外面风好大 我眼睛进沙子了 你说什么 我听不见 你说什么 笑到大哥 知道自己为什么没对象了吧